我是中国吉林省河龙四人 中国是一名小学教汉语教员 北朝鲜的共产党压迫自己的人民 导致北朝鲜人民连饭都吃不饱 经常有一些朝鲜难民 偷越国境县来到我们家乡的地方 主要为了寻找一条生路 找一口饭吃 那一年有一个北朝鲜难民 在我工作的学校旁边被我遇见 给他东西吃 也给他一定的帮助 但随后中国警察就来到了我的家 他们不但把北朝鲜难民带走 他们面临着非常悲惨的命运 中国警察对救护他们的中国人也进行迫害 共产党的警察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丘之鹤 我不能忍受这种制度 我决定离开中国 我们要改变共产党的制度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可以我决定